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位 商巅 少与武相者 遗国子乐言 李43d 的分析 这些音乐 这些器物 这种宝贝 都是外国的 你现在呢 器了 就翁 而就正位 应该是一种进步吧 退坛增而去哨愚 如似者何也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快以当前是观而以异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听新的音乐非常高兴 非常愉快 是吧 今取人者不然 你音乐方面 宝物方面你倒是用的 但是取人不这样子 不问可否 不论去者 非请者去 非请者去围刻着着 你不问这个事情 还可不可以继续用 你不管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只要不是请过的通通去掉 人都去掉了 但是其他东西不是这样子 你非请者去围刻着着 你假如把人去掉了 把音乐保留 把宝物保留 那么你就属众着这幅 摄月诸月 而所倾者这幅人名焰 你所倾的这幅人 大家注意 人名这个词呢 我们经常用 包括我们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常用人名这个 实际上这个词呢 在先秦的时候 这个名啊 也就是人的意思 那个时候人呢 就是一个同意付词吧 应该是 此非所欲夸海内 知诸侯子所言 这是第二大段 李氏呢 举了音乐 举了宝物 举了器物 举了其他的例子里说明 你只有情过产的所用 不是情过所趣的话 这是不好的 成文地广者所都 下面李氏呢 正面是道理 李氏是一个著名的政论家 他的文采 他的论文写得非常好 他下面正面讲道理 成文地广者所都 过大者人众 兵强者似有 他说我听说啊 地土地广大 那么粮舍就众得多 国家大人就多 武器强 那么人就勇敢一点 是不是啊 兵强者似勇 这个兵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的兵是指人 是兵的兵 但是那个时候的兵就是兵器 先秦的时候这个兵就是兵器 武器 武器好 人就勇一点 下面这一讲道理 是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承其大 泰山他肯定不会把土地赶出去 土地赶出去的时候 泰山就不大了 是不是啊 河海不得稀流 故能救其生 河海他不会说 你小的稀流我不要 小的河流我不要 因此呢 他能够呢 变得很深很大 王者不求忠树 故能明其德 王者 你做王的人 不会把老百姓废掉 是不是啊 你老百姓废掉 你做王 你一个人去 你去做什么王 是不是啊 是以帝无四方 明武一过 事时充美 鬼神降佛 此五帝三王子 所以五爹 所以帝无四方 明武一过 帝不分四面八方 帝都要 人 没有一过 不分你的国家 还是我的国家 人都要 先前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 还是比较开放的 你早上可以在楚国祖国 晚上可以到秦国去祖国 哪个国家用力 你就跑到哪个国家去祖国 我们讲到楚磁的时候 这个雀元也曾经想 我要不要离开楚国 我到别的国家去 凭我的本事在别的国家 他肯定可以做大怪 但是雀元就是雀元 他热爱自己的楚国 最后还是没有出去 他一升到天空去了 还没有出去 还是回到自己的楚国 最后宁可死在自己的楚国 所以我们今天说雀元是中君爱国 他就是中君爱国 李氏提出来 今来七全首而自体过 却宾客一夜诸侯 使天下子嗣 推而不敢西向 骨脚不落秦 使所谓既寇兵 而既道良者也 这个是李氏批评他 你今天的全首就是百姓 你把本性推出去 把那些人都推出去 给敌人的国家 你把那种宾客里 投靠你的宾客 都推到诸侯 其他国家里面去 你是天下的四人 退而不敢西向 以后有人才 他们都不敢跑到你秦过来了 他们都要到韩国 到魏国 到楚国 到齐国去 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都骨脚不落秦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借扣兵 扣就是强盗 你把兵器交给强盗 强盗要来杀你啊 你把兵器给他 强盗呢 你还在强盗饿肚子的时候呢 你还把粮食呢 借给强盗 你这个做法 你说对不对啊 父无不才于情 可保者多 事不才于情 而愿忠者重 很多东西 不是秦过生产的 但是 者的我们 珍惜的有很多 人 不才于秦过的那些四人 大家注意这个四 四就是自制分子 先行的时候那种四应该就是自制分子 自制分子 那个时候有自制的人不多 不像我们今天满满一桃 那个时候有自制的人不多 事不参与情而愿者重 他们不参与情过 但是愿意忠于你情过的人很多 你今天着客 把客人都赶出去 帮助敌人的国家 你损民以一筹 你把这些人都送给你这些仇人去 那么就 内自虚而外 属悦于诸侯 求国子无威 不可得言 你把自己内部搞得非常的空虚 而外面呢 把赶走的人肯定都恨你 到诸侯那里去啊 他都要发动诸侯来跟你对抗 那么你再要求国家呢 没有威胁 这是不可能的 李四这篇文章啊 大家看看 写得非常精短 他这篇论文做得非常好 最后这篇论文打动了秦王寅政 秦王寅政呢收回了卓克令 收回了卓克令 那么秦王收到了这封书信以后呢 废除了卓克令 恢复了李四的官员 不把那种自治分子赶走了 根据秦始王本纪啊 李四呢最后呢 这情过呢留下来了 这是一篇文章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看看李四的这篇文章啊 确实做得非常好 这篇文章非常好 这篇文章的艺术上面有什么成就呢 它在艺术上面啊 李四呢用了很多的排笔铺成的手法 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文彩 写得很有舒服力 很有舒服力 并且李四这篇善文呢 它处于偏偶化 它有个特点出现呢 是处于偏偶化 这种文风 对于贺略文章的发展 有了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这篇文章啊 希望大家回去呢 好好地温馨 是我们秦汉之间正论文当中啊 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正论文 文章短小精悍 很有舒服力 很有舒服力 我们同学们要学习写正论文 写正论文 这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正论文 我们说写文章写文章要学秦汉的文章 写诗词啊 要学唐宋的诗词啊 秦汉的文章写得真的非常好 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 所以我们说在第二册的第一篇 不单单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它是秦朝 而且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 所以这篇文章啊 希望大家好好把它多说 最好能够做到会背诵 背诵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汉队的文章 讲了秦队的文章以后 我们讲汉队的文章 汉队的文章 然后我们给大家讲讲 甲鱼和汉队的散文 甲鱼和汉队的散文 我们大家知道 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啊 这个天下大字 天下大字 刘邦比项鱼聪明 项鱼 他把首都建在鹏城 就是我们今天的徐州 徐州这个地方是不能做多城 这是个四通八达 荣海县、金浦县都坚固的地方 那么刘邦呢 接受了别人的意见 最后把关中作为自己的都城 就是监督的咸阳 那个地方非常好 刘邦汉王朝经历以后呢 也接受了秦王朝复密的教训呢 采取了一些减轻剥修压迫的措施 经济呢得到了恢复发展 社会也很稳定 当然社会最主要的稳定呢 是在刘邦死了以后 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时候 刘邦做皇帝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很怕他 刘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把韩信、把彭越 这些武将啊 相告独立的武将都去掉了 当然韩信与彭越的事情 我们在另外的课里面 可以再进行讨论 但是无论如何呢 他为以后的天下的稳定的 打下了一个基础 刘邦一辈子生了八个儿子 八个儿子 大儿子刘云 就是女后生的 非常可惜啊 就是女后 女后活着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已经死掉了 据说大儿子还有孙子 那么女后就列了刘云的儿子 作为小皇帝 这个小皇帝列史上不太有记载 因为后来女后死了以后啊 周伯承平把女后这一帮 终旅灭掉了以后呢 这个小皇帝也就没有了 他宣布 不是刘云生的 是抱养的 不是刘邦的果肉 应该废掉 这种都是借口 政治上的事情 我们不去管它 刘邦一辈子生了八个儿子 那么女后呢 在自己大儿子死了以后 她是处心积虑的 要把自己的 跟自己原来 对自己有威胁的那些女人去掉 把他们生的儿子也去掉 我们大家知道 她最恨的就是那个妻夫人 这个妻夫人能够善无啊 是演员出生 非常漂亮 把刘邦迷在那里昏洞昏倒 以后最恨的就是她 所以第一步事情就是把妻夫人 被人关到监狱里去 那个时候叫永巷 永巷就是关女人的监狱 关这里面 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把她眼睛窝掉 手跟脚砍掉 最后让儿子去看 说这个是猪 结果把儿子吓得要命 从此儿子生病了 是她的妈妈太残酷了 当然妻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 也被死掉了 杀掉了 赵王如意杀掉了 其他女人生的儿子 也一个一个都去掉了 最后到女后死的时候 留下了两个 刘邦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淮南王刘长 这个刘长为什么能够留下来呢 刘长的妈妈死掉了 刘邦说这个儿子啊 没妈妈很可怜 女后你带吧 所以女后呢 生了一个儿子 养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就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因为是她带大的 所以她不会杀她 并将封她为淮南王 淮南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安徽 淮南在安徽寿村 是监督寿村 淮南这个地方呢 土地很肥沃 在农业国的国家里面 在淮南这个地方啊 非常好 大家知道 三国的时候 原说也是淮南王 是不是啊 这个淮南这个地方啊 这个土地是非常的好的 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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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丰富的 封在那里 还有一个儿子 女后没有把她杀掉 是什么呢 这个是刘邦 一夜勤生下的一个儿子 刘邦有时候要巡路到外面去 那天 大夫人小夫人都没带上 那么随便找了一个女子啊 陪了她一夜 后来这个女子啊 就像我们看过的电视连续 就叫什么环州哥哥差不多的 后来说是生下一个儿子了 生下儿子 那么朝廷的官员也去对对看 足死济世 游死济严 他有事情登记的 皇帝那天到什么地方 确实跟谁谁谁怎么样 后来对的 还基本上对的了 那么刘邦就承认了这个儿子 把这个儿子呢 把这个女人跟儿子呢 带到宫里面来了 让他们住着 但是刘邦从此以后 没有一次召见过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 陪了刘邦一个晚上 结果就生了个儿子 这个女人因为 刘邦也不喜欢 本身也不太喜欢这个女人 所以刘邦对这个女人到一点不妒忌 这个死 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女人 你知道吧 这个女人我估计长得也不好看 也没什么本事啊 所以 在刘邦掌权的时间里面 但他对那个儿子也没什么好感 把他封到什么地方去呢 封到背 封他为带王 反正刘邦的儿子都要封王的 那么赵王是很好的 赵王封对河南 对不对 把他封为带 带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山西河北的地方 靠近匈奴的地方 一个地方叫带 很贫穷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也很危险 假的匈奴打尽了 就把他打死掉了 就是带 对 吕后没有想到过杀这个儿子 但是一段时期也曾经动过这个脑筋 吕后往往杀儿子的时候 就先把他封为赵 赵这个地方 赵就靠近陕西了 他好杀一点 他也曾经招这个队王 你过来吧 不要再队 队太危险 你到赵这个地方来 我封离住赵王 把其他赵王都杀掉了之后 封离住赵王 这个队王很狡猾 这个队王很狡猾 队王名字叫刘恒 他很狡猾 他说母后我就不去了 我就得在这个地方 我为你守边 我为你挡匈奴 我这个地方穷嘛穷一点 苦嘛苦一点 我就在这个地方 不动了 吕后因为别的事情很忙 后来就没估到他了 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周波成平冠阴这些老臣们联合起来 把诸驴 包括吕后死了以后 把驴残 驴泽这些人都杀掉了以后 把刘恿的儿子也除掉了以后 要商量要立一个皇帝 立谁 立谁 参加平定吕氏的 还有刘邦的孙子这一辈的 例如周旭和刘章这些人 刘邦的孙子这一辈都长大成人了 都很厉害的 一个个能力都很强的 后来这些老臣们 刘邦在的时候受刘邦压迫 刘邦很厉害 刘邦死了以后受吕后的压迫 吕后也很厉害的 是不是 吕后要封心吕氏的人为王 当时的丞相叫王林 王林站出来说 他说皇帝讲故 当时的丞相是叫王林 父丞相成平 他要为周伯 王林说 老皇帝讲故 非刘四尔王者天下共击子 不是姓刘的人加入称王的话 天下的人都可以打他了 这个天下是我刘家的人的 王林说不能封 吕后 吕后马上把王林就撤掉了 吕后就像皇帝一样的 权力很大了 吕后再问陈平 你说好不好封 陈平很狡猾的 他说以前是高朱做皇帝 现在是吕后跟高朱一样的做皇帝 那么姓吕的人当然可以封 那么他就做了这一项 他身上就做这一项 这个王林去骂陈平 骂陈平 你这个人他说怎么这样子的 高朱把这个画子告诉我们 你也这场我也这场 你这么好这样子 陈平笑笑说 当庭抗争我不如你 但是以后你不如我 他的话讲得很好 王林后来就生气了之后就死掉了 陈平活得很滋润 吕后死了以后 陈平跟周波两个联系 把吕后杀得一个都不胜 把吕家人杀得一个都不胜 什么王不王的 统统把他干掉 重新列个王 那么这些人要离谁呢 孙子这一辈 你看朱绪和刘章这些都很厉害 不离了 那么怀难往刘场也不能离 这个人是吕后带大的 跟吕后感情生着呢 那么剩下来就是那个隋度 那个一夜情生下来的儿子 刘恒在带这个地方的人 这亲带的人他根本没想到 他的案例说不管怎么样轮 他都轮不到他做皇帝的 他这次居然轮上了是不是 他在队这个地方 忽然接到一个通知 叫他到首都咸阳去 到长安去 就是我们今天的西安 到西安去 他就想是不是把我叫去杀掉 但他手下有人很聪明 叫周昌 周昌说看起来好事情了 因为朱旅啊那么样子是大 大城门肯定要把它灭掉 灭掉了之后呢 现在剩下两个姓刘的了 一个是刘恒 一个是刘长 刘长不会理的 刘长旅后带到的 不会理的 要你救了你 赶快去 去了古兰就做皇帝了 所以这一脉传下来 他就做汉文帝 汉文帝 我们大家知道 他在边疆出生 自己辛苦也辛苦怪了 所以自己本身就很接审 是不是啊 旅后给他的钱不会太多的 这个皇帝给他的钱也不会太多 接审怪 所以他呢 另外一个呢 权力当时掌握在 陈平周博他们的老臣手里 汉文帝也不太有权力的 不太有权力的 所以他的韬光影会啊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也能够听老臣们的话 也能够顺应天下 他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后来包括他的儿子和景帝也都很好 所以客观上面呢 我们今天看看呢 他们采取了一些减轻剥削压迫的政策 所以文景指示啊 在我们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时代